恭喜你 那本期视频又可能让你喜提年货 因为咱们的老朋友森宝金木 为大家准备了礼物 这些非常应景的森宝新年礼盒 给金主爸爸点个赞吧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抽取评论点赞最多的无谓朋友 进行赠送 除了这一款 也可以在金二十或者其他礼盒中进行选择 喜欢的朋友快点评论吧 包装的风格非常贴合新年的氛围 大红的配色加上烫金的文字 过年的氛围这不就来了吗 这不是金木 这是祥瑞 拼中的过程也非常的简单 说是拼积木 更像是把它装饰起来 应该就是梯婷的水准 老少皆宜是和一家人在一起 一边包脚的一边拼积木 拼完以后就得到了祥师报符 以中国节 寝尸 符字为灵感 进行组合构想 寝尸张开的嘴 吐出的符字 凸显了本次的主题 而两侧则是有两个积木人偶造型的小寝尸 分别拿着笔和燕 还有元宝和红包 仔细看这个中国节 除了一圈的特殊造型间 内部也是通过积木 构成了这种绳子编织的效果 非常的立体 表面有很多很小的小元宝 小铜壁 小红包 这种爆裂开来的效果 新的一年祝大家裁员滚滚 这一款除了可以挂在家里当装饰 也可以通过底座 当做百件装饰 有着浓厚的新春氛围感 用中国节作为载体 承载五十头 五十人载和福字 整体造型像是五十把福字包裹住了 以此传递美好愿景和温暖的祝福 妈妈只夸我懂事 另外一个就是世事如意 还记得吗 咱们去年介绍过这一款 不过这款是升级之后的 象征富贵长寿的兰花 换成了透明节 看上去更漂亮 而且还自带灯光和音乐组件 还可以更换年年有余的画面 不得不说 森宝是懂过年的 年味一下就上来了 满满的仪式感 过年送礼的好选择 明年就是龙年了 这款飞龙在天作为龙年的和礼 再合适不过了 中国龙与长城一号的最佳CP组合 用来装饰家里 有很浓厚的龙年新春氛围 对了 森宝有没有考虑把这玩意染成红色的 咱们瓦了一年的模型了 还不整个这个积木带回家 让父母开心开心 指不定明年买交的钱就有了呢 喜欢这套积木的朋友 别忘了点赞支持 同时评论哦 这应该是目前最应景的新春礼物了吧 视频的最后 再次感谢森宝积木的支持 祝你们明年大麦哦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我志剑原大鹏老师 好朋友们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